目前全台湾是三级警戒 但是要先请教志宇 到底我每天确诊数要减少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解除三级警戒呢 好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呢 全台湾都是在三级警戒的范围之内 原本这个三级警戒是在5月28号就可以解除了 但是因为疫情持续升温 完全确诊数是快速增加的状况之下呢 这个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但是其实现在随着三级警戒 很多人都必须要待在家里 连带很多的小吃店还有餐厅 基本上也都没有办法营业 都只能采用一个外带的形式 所以很多的人经济生计也都受到印象 所以很多人想知道说 到底这个三级警戒有什么样的标准 才能够解除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大医院小二感染科的 处置医师李秉颖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依他的观察来看的话 至少每天的新增确诊数要降到30人以下 才有机会解除这个三级警戒 不过这个说法听在这个沈富雄的耳里 认为说只是太过严格了 他认为说这个标准应该设置在60人到80人 就已经可以很满意 等于说他认为说在60到80人 每日单日确诊这个数字 以下就有机会来解除三级警戒 你觉得很多行业都快撑不下去了 所以包括像是台中台南高雄 至于是不是都寄出了各地方的纾困方案呢 疫情绝对联动经济 尤其现在全台湾都是在三级警戒的范围之内 很多的劳工是一世之间没有工作 甚至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也都在频频找资金 不过到底要怎么撑过这段时间呢 纾困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来看到了台中推出了纾困十方 这是延续他们去年的一个证件纾困九件 所推出了一个新方案 总共有十项 包括有些资金的纾困缺口 可以供应使用 还有劳工失业生活 以及子女的就学补助也都在内容之列 还有安心几时上工 还有演艺的纾困补助 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来做参考 再来我们往南走来看到的是台南 台南把纾困贷款延到了六月底 当中有哪些内容呢 还有包括是营运的资金贷款 还有振兴的资金贷款 甚至呢就有的贷款也都可以展延 再往南走 我们来看到是高雄 高雄也推出了纾困三方案 包括有哪些呢 安心就业 还有线上的职讯倾贴补助 甚至呢是失业生活子女的就学补助 如果你今天放五薪假的话 就可以领一万九百块 所以有需要的民众 也可以上高雄市府来做询问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 很多人刚刚我们提到 一时之间没有了工作 若被资钱了又该怎么办呢 提醒你一定要拿到这一份 非自愿离职证明 因为只有拿到证明 才可以证明说 你不是自愿离职 所以后续相关的离职 还有一些失业的补助管道 才有办法透过这个证明 拿到该有的钱 最近大家的包包里应该都会放酒精吧 但是酒精要怎么样使用 效果会最好呢 至于我们要直接喷 还是喷完之后再把它抹开呢 好 现在是一个防疫的关键时刻 所以说很多人进出家门口 进出场馆都会用酒精来消毒 但这个酒精你有用对吗 我们今天就要告诉你 哪些才是对 而且哪些是NG的用法 哪些是对的方法呢 很多人会直接拿酒精 喷在物体的表面上 这是对的 但如果你今天要消毒你的手部的话 可以喷完之后再搓一搓 其实这也都是对的用法 但是有的人会喷完之后 让它晾干 甚至等了好几秒钟 要告诉大家 这是NG的用法 因为反而会让它的消毒能力 是大为减弱 以及如果你喷之后 拿抹布把它抹开来 其实也都会让它的消毒能力 是有打折扣的情况 那么来看到 其实酒精的%数也都非常重要 要怎么挑呢 一般来说要达到消毒的功效 要是挑75%的酒精 可以破坏病毒的生物膜 达到破坏病毒的功效 当然也就可以消毒 但是这个酒精的%数 不是越高越好 如果今天是大于75%的酒精的话 它不但没有消毒作用 而且你还必须要加水去稀释 大概是用纯水3比1的方式 来做稀释 才可以达到所谓的消毒功效 而中医大学的教授 昭明威也告诉大家了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说 只要酒精不就可以了吗 他说如果今天像高粱 威士忌是不能达到体内消毒的状态 顶多就是精神消毒 他认为这是传言 大家一定要来辩明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差点 浮小银 误会 误会 误会